福奇在接受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感染新冠一点也不令了意外 19日福克斯新闻公布了特朗普的一段发言 人们厌倦了福奇厌倦了这些蠢货这些人 每次他上电视就像爆炸新闻 如果你开除他那就是更大的爆炸新闻 福奇就是灾难 如果我听这家伙的 我们可能有50万人失望 甚至更多 在对福奇的同时 特朗普用蠢货来形容 包括福奇在内的科学家们 至美国发生新冠疫情以来 科学家们所言对特朗普来说都是逆而之言 三月至今 特朗普似乎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如今他将矛头对准了包括福奇在内的科学家们 特朗普一面称福奇是蠢货 另一面称并不会吵着福奇 原因是那将是更大的一颗账荡 福奇在接受南加州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 胡颖称希望总统不要把失联感情带到工作中 疫情期间在许多记者会上 福奇在特朗普身边提供许多抗议翻略 却不为所用 美国文化中本有多元包容的成本 然而 如今特朗普当局在应对疫情的时候 既然对本应该虚心求教的科学家们发起了标 让特朗普生气的直接原因是 福奇在接受60分钟节目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感染新冠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他经常处于人文复杂拥挤的环境又不戴口罩 既然违法抗议的正确办法得到的只能是感染 一天之后 特朗普攻击福奇的话就被披露出来 特朗普说 好像就他福奇是好了 他出卖了我们 在我看来 特朗普这么说是一种选举语言 在他看来 哪怕是疫情肾虐的美国 仍然有比抗议更重要的事要做 在种种的场合 特朗普能再致夸美国的抗议是成功的 这当然也是选举语言 他认为疫情爆发之前 自己干得真不错 美国经济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较高速增长 可是他感到疫情破坏了一切美好 美国顶尖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10月8日发表社论在领导力真空中逝去 这是该杂志至创刊以来的208年间 首次在大选前 以全体编辑的名义发表社论 这篇社论批评美国政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将危机变成悲剧 言不可谓不重 可特朗普能听不进去 确实在特朗普眼里 自疫情以来 美国科学界就一直和自己过不去 似乎特朗普对这些批评已经仍无可冷 政客和科学家 当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 但政客再怎么示意万为 总不该拿全体国民的生命去读明天吧 特朗普和福奇与媒体上的唇枪舌剑一放以后 文文越来越看清了 美国疫情持续迎来高分 累计确诊数从800万到820万 仅用了四天的时间 大选在即 此时的特朗普再次地将矛头 对准了美国抗议队长福奇 10月19日服务了六届美国总统的福奇 在接受60分钟节目采访时大吐苦水 承认白宫限制了他在媒体上的露面 而他也因为发布拯救性命的公共卫生信息 导致全家遭受了死亡威胁 另外福奇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白宫的防疫举措 称他对特朗普确诊新冠一事 并不感到惊讶 此方言论很快招致特朗普的大事攻击 对于特朗普的最新一龙攻击 福奇这次帮出电影台词 欲欲博持 称应对新冠病毒 是我真正关心的唯一事情 我只是想做我的工作 照顾好美国民众 福奇博士是疫情期间 大多数美国人所信赖的公共卫生专家 是发出理性声音的代表 但如今他不信地陷入了美国政治当中 因遭受死亡威胁而要活在保护之下 还要被迫地出面捍卫科学本身 79岁的福奇诚是一名跑步爱好者 但现在他上部都要带着保镖 因为发布了能拯救生命的公共卫生信息 引发了针对我的恶毒和仇恨 最终给我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 福奇无奈地说 老了我吧 相比起我 骚扰我妻子和孩子更让我困扰 疫情初期 曾频繁地在发布会公开露面的福奇 在特朗普政府推动复工复产后 其曝光度就大幅地下降了 19日在采访中被主持人问及 白宫是否限制了你和媒体对话时 福奇答说 我必须诚实地说是的 我当然没有被允许参加很多邀请我的节目 另外主持人还向福奇提问 是否对特朗普感染新冠一时感到惊讶 福奇直言完全没有 但看到特朗普完全暴露 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保持距离 几乎没人戴口罩的危险冤击的环境中时 他就担心总统会干了 福奇还一度地无脸说道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 我说天哪 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肯定要出问题 然后不出所料 变成了一场超级的传播者的活动 而除了批评白宫内部的翻译措施 福奇还谈及了 此前他现身特朗普竞选广告一事 本月十日特朗普为宣传自己抗议有力 在一条新的竞选广告中加入了福奇的称赞 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做得更多 福奇在十九日的反弹中再次澄清 他的话被断章取义了 我真的很生气了 我现在不会 将来也不会公开地支持任何的候选人 他们把我插在竞选广告中间 这太离谱了 福奇解释说 他指的是白宫疫情特别工作主 为应对疫情的艰苦工作 我们一周七天都在拼命工作 我认为我们不能做得更多了 福奇的持方言论很快招致特朗普的攻击 十九日 特朗普的一个电话录音遭曝光 特朗普在电话中痛批福奇市场灾难 还将福奇和其他的卫生官员称为白痴 人们已经对新冠病毒感到厌倦 我举办的这些大型的竞损肇事会 人们都在说别管他们了 他们已经厌倦了 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 他们对福奇和这些白痴都感到厌倦了 特朗普还毫无根据地声称 倘若当初听取福奇的建议 我们现在的死亡病例会达到五十万里 他还表示福奇一上电视就会有一个炸弹 如果我开除了福奇 那将是更大的炸弹 此外特朗普还阴阳怪气地说 福奇是个好好先生 在这个位置已经五百年了 他只是希望福奇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但福奇给出的意见却是不用戴口罩 而可以让中国人进入美国 几乎在特朗普在电话里怒骂的同时 福奇被授予了美国国家医学科科学院领导模范奖 福奇在会上会议说 目前有很多挑战摆在面前 我忍不住失所 我们正经历着一些社会阶层严重反科学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旅 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为自己拉票时 称这样的嘲讽竞争对手拜登 称他若拜登当选总统 他会听科学家的话 妹妹赫芬顿邮报报道指出 显然特朗普认为听科学家的话是件坏事情 这已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这么抹黑福奇了 福奇在今年7月时曾放出硬话 称白宫对他的诋毁是一排胡言 是完全错误的 终将删及特朗普制胜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两周时间 但是美国疫情正持续迎来高分 打许 cose 我回应该说 무엇我回应该说 我们才干得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